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一喝水就尿多,与肾脏有关系吗? 喝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有的人想喝就喝 一瓶矿泉水咕咚咕咚很快就下去半瓶 而有的人每次喝水前都要看情况 有我要开会,坐长途车就不敢喝了 只有在家里才能够放心的喝 而有些人就算不是多喝水 也会出现一喝水就有小便的现象 小便与肾脏的关系较为亲密 因此在出现喝水就有小便的情况后 就会想当然的觉得与肾脏有关系 只是不知道究竟代表肾脏好还是不好 尿多有没有关系 是不是与疾病相关 为了解答你心中的疑问 下面我们就跟着视频来了解一下 一,一喝水就尿多,与肾脏有关系吗? 如果身体没有其他的异样状况 只是喝水后尿多,就算是正常的 因为水进入人体后会通过肾脏转化成尿液 当膀胱容量满了以后 就会出现想要尿尿的信号 当然尿多也要看是什么样的尿多 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次 还是在喝水多的时候 相应的增加了次数 要是在没有多喝水时 还是和平常一样 但喝水后尿仍然很多 就需要引起注意 可能是疾病的信号 至于说一喝水就尿多 是肾脏好还是坏 这个没有准确的答案 要知道尿液的产生不仅仅与肾脏相关 肾脏只是尿液生成的一个场所 尿多尿少还以粗汗量 膀胱容量或者是泌尿系统 以及一些疾病有关系 单单的从尿多就来判断肾脏的好与坏 就没有那么的准确了 一般肾脏好与坏 尿液还会发生其他的变化 身体也会有其他的感觉或者是症状 二尿多究竟与什么因素有关 一尿多口渴糖尿病 尿多可分为白天尿多或者是夜里尿多 两种情况代表的问题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夜里企业明显增多 还出现口渴、口干、多喝水的现象 很有可能是糖尿病的症状 可以及时的测量一下自己的血糖 避免血糖持续的升高 对血管造成严重的损害 另外尿多的同时气味也会发生改变 每次排完尿总是闻到一股烂苹果的味道 极大可能是惹上了糖尿病了 三尿多尿液呈茶色 肝脏有机 尿液发生变化时不仅以肾脏有关系 还会与肝脏的健康有着重要的联系 肝脏也会参与到代谢 还需要分泌胆汁 在此过程中如果肝脏功能出现损伤 就会影响肝脏分泌胆汁 影响胆红素的分泌 如果尿液中的胆红素过多 也就会让尿液的颜色发生改变 会出现茶色的尿液 同时还会出现尿多的现象 四尿多尿急尿痛 尿路感染 排尿赤数变多 还与尿道相关的问题有关系 如果尿道接触过多的细菌或者是微生物 或者说尿液中还有一些有害的物质 就会使得尿道受到威胁 从而引发感染 在尿路发生感染后 就会出现尿多尿急和尿痛的症状 如果你在尿多的时候还会出现尿痕疾 而且伴有疼痛感 就怀疑是尿路感染了 需要及时的治疗了 除了以尿路感染有关 也有可能是尿道炎 当感染变严重后 不能及时的处理就会发展成炎症 排尿次数多 除了与疾病有关系 还可能与一些因素有关 比如说情绪 吃盐比较多 或者在人紧张的时候 就很容易尿多 会频繁的想要上厕所 以此来缓解紧张的情绪 还有就是平日里吃盐比较多 会导致体内的水纳架失衡 也就会出现尿多的情况 以上都是尿多的原因 又你有尿多的现象 只是偶然的话 可能不是疾病引起的 大多是受的一些因素的影响 就比如情绪 喝水多和吃盐多 排除这是因素后 还是频繁的出现尿多现象 就要及时的去看医生 早点排查出病因 才能够尽快的治疗疾病 二 为啥有的人喝很多也没有尿液 这种人值得羡慕吗 喜欢运动的人身上容易流汗 在这种情况下体内的水分减少了 尿液也会跟着减少 自然就不想排尿 可以坚持很长的时间不排尿 这种人是值得羡慕的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运动时水分流失快 应注意补充 不要担心排尿会影响身体的锻炼 要防止脱水的发生 极度缺水时喝再多都不会有尿液 就像干枯的大地下了一大长雨 只能暂时的缓解 那这种人不值得羡慕 因为身体缺水是非常危险的 会影响正常的运作 有一定的死亡风险 不可去 经常憋尿的人 膀胱已经习惯了大量的液体 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不排尿 例如一些重要工作的岗位 不能随时离开上厕所 或者是男性打游戏忘了上厕所 这种人不值得羡慕 因为憋尿时间长了 身体里的毒素增多 膀胱压力大 很容易出现问题 我们可以从尿量和尿液的颜色 来观察质值的肾脏有没有异常 在正常的情况下 每天能产生一千到两千毫升的尿液 排尿四到七次 如果次数不足四次 尿量还很少 就要注意了 可能是肾脏出了些什么问题 但是多次大量的排尿也要注意 可能是尿崩 这两种极端情况都不正常 3.水喝多了对肾不好吗? 水喝多了对肾脏是否有坏处 要取决于患者的身体状况和喝水的量 如果是健康的人 适当的多喝水并不会对肾脏不好 健康的人没有肝、肾、心脏等的疾病 多喝水是可以加速身体的新陈代谢 通常对肾脏是有好处的 但是不能喝的太多 喝的太多又超过了肾脏的代谢能力 可能会导致水中毒以及出现腐肿等的症状 如果有肾脏病的患者 需根据体内的水分多少和肾脏排泄能力 决定喝水多少 若已经有腐肿 说明肾脏不能充分的排泄水分 其实水喝多了可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甚至会造成肺水肿 如果是因为缺水导致的急性肾损伤 则需适量多喝水来补充水分 泌尿系统感染或者是泌尿系统结石的患者 可以适量的多喝水来加速细菌和结石 从泌尿系统排出 有利于疾病的康复 很多来说 对于健康的人群来说 多喝水不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是对于水肿肾功能衰竭的患者来说 水分不能顺利足量的排出体外 此时多喝水就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增加循环血量 加重心脏的负担 严重者会引起新功能的衰竭 心率失常等 重合危及生命 所以此类的患者应该限制喝水 以上都是尿多的原因 所以一喝水就尿多 如果实在是担心肾脏健康问题 可以去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这做视频不易 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 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也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 分享您的生活经验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